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来的我们的营养师要跟我们老爸老妈在一起 她是林玉佩营养师 今天要跟我们谈的是如何透过饮食来改善精神压力 好 我们马上请出玉佩老师 有请 谢谢 大家早上好 假期愉快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透过我们的饮食可以改善精神压力 身为一名营养师我们很常会听到客户有投诉说 没有精力啊 或者是他们 接下来他们就会投诉说很常感觉到很压力 那这两个的情况加起来呢 你就会拿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就是会很疲累 身体或者是精神上都很疲累 精疲力结容 然后再来就是不能集中注意力 因为真的就会怎样缺乏动力 然后那些人他们会选择转向一些的甜食 咖啡或是抽烟这些比较不良的一些的生活方式来 疏解他的压力 或者是说帮助他们 他们感觉到这样子就会比较精神 不过其实这些做法呢 其实会让我们身体带来更多的压力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 你的生活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一下子上一下子下 这样子的失控 那我们可以怎样很好的去掌控压力呢 我们的饮食真的对这个压力有帮助吗 我们今天就要来继续看下去 这个在英国的营养诊所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 那这群人他们需要回答一份的问卷 也就是所谓的要测量他们是否处于高压的状态 那在还没有咨询营养师之前呢 大约有54%的这个群体当中 他们的得分是很高的 就是说他们的压力特别的高 那他们掌控压力的能力是非常的低 如果很神奇的就是 经过六个月的一个的饮食条理 就发现啊 过后就是只有28%的人 仍然处于高压状态 这里就表示说什么呢 在那六个月里面所做的饮食 它的改变的确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改善他们掌控压力的这个能力 OK 那压力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健康问题 就是实在现在这个很快步伐的社会当中 那它也跟很多的疾病有关系 也就是说压力我们如果没有很妥善的去管理的话 它会带来造成很多其他的健康的问题 不只是在精神的层面 那精神层面的这个压力它会导致一些的忧郁症啊 焦虑症等等 再来呢 它对我们身体本身也会让我们整体的免疫力有下降的这个趋势 因为你身体还是无法去承受 你的整个的免疫力会下降 那其实什么是压力呢 我们又可以怎样去摆脱它 压力基本上它是从我们的脑袋开始 OK 当我们意识到有一些的状况 需要我们立刻的去面对还有处理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就开始产生了压力 那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 那短期的就比如说 当你跟人家起争执啊 突然吵架起来 这是属于一种短期的压力 或者是你的孙子啊 女孩子突然跑到马路中间 这时候你整个人都会开始很紧张很压力啊 你会赶快的去把它从马路中间拉回来 或者是出外塞车的时候 大家会开始感到很烦躁 有一些就是一些的压力的表现的显示 那这些都属于短期的压力 那有一些的状况呢 它是需要比较花长一点的时间来去解决的压力状态 像是一些的经济的困扰 如果对于它不能一下子很快的去解决嘛 所以它会让你带来的是比较长期的压力状态 然后有些就会面对失业问题啊 或者是有一直有赶不完的工作 要去解决的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长期的压力 当压力在我们的大脑产生的时候呢 它也会开始呼召 就是其他的身体的系统 给他们发出一些的讯号 给他们 目的是要把你的整个身体带进一个战斗 或者是逃跑的反应的一个模式当中 OK 我们要逃离这个压力的现场 那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顺上线 就是我们两个身上 上面有一个一对的这个线 线体 它会开始产生顺上腺素 OK 这是其中一种的压力荷尔蒙 就是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 你的心跳它会让你心跳开始加速 然后呼吸也会变得比较的急促 后来呢 这个顺上腺素也会去让我们的肌肉 我们的手脚 这些大个的肌肉变得紧绷 要预备你快点有机会去逃跑 或者是去做一些的 做出这些的反应 OK 然后就是我们的瞳孔会放大 这些都是身上腺素会带来的一些的压力的反应 OK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也会将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和肌肉里面的葡萄糖释放出来 就是这个是要来提供我们的身体有这个能量来要去准备的打仗 OK so 要将这些的能量呢 带到我们的身体去使用的话 我们其实还需要另一个的器官 叫做胰脏 这个如果是对糖尿病的教育有一些认识的话呢 那你一定会认识这个的器官 因为这个的器官它主要会释放两种的荷尔蒙 就是所谓的胰岛素 还有一个我们叫做生糖素 OK 那我们记得 胰岛素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将我们的血糖 从血液带到我们的细胞去做使用 而生糖素呢 是当我们的血糖它变得很低的时候 OK 它就会出来释放这个的血糖 我们有这个的能量 所以这个就是肾上腺素呢 它会产生的另外一个的荷尔蒙 我们叫做皮脂醇 OK 皮脂醇它就会带着这个的讯号去到胰脏 来去释放这两个的荷尔蒙 来调节我们的血糖 OK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压力的思想开始产生的时候 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连串的反应 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哦 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想过 我们身体这些 我们需要多余的能量来应对压力 太紧张 然后你要这些的能量来保持激紧 那这些能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答案它其实就是从 我们的消化系统 排毒系统 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平时做这些修复的 这些正常的修复和维修工作 里面的这些力量 就是这个的能量 去从那边支出来的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觉得 你的消化系统就开始不能做消化了 可是它的能量会已经拿出来去 要面对这些的压力的状况 OK 那我们的修复啊 还有这个排毒系统 也会暂时的被压抑着 因为我们身体知道 你要去先解决这个压力 OK 让你身体有能量 而专注去解决这个压力的状况先 那时候大家可能就会 可以想象 如果你长期这样子一直压力下去 那这些的系统 长期的被压抑 其实它后果是很恐怖的 所以你的胰脏啊 你的身上线 甚至你的肝脏等等这些器官 它会一直去释放压力荷尔蒙 还有就是这些的控制血糖的荷尔蒙 就像一辆车如果你驾得太快 OK 肯定会失控啊 对不对 那你的身体这时候也是一样 你的这些器官一直要工作 一直要去放 一直要去放这些荷尔蒙出来 搞到最后它也是会失去平衡 然后这些器官也是会开始的感觉 你会劳累 疲累 那疲累的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完全的罢工 太累的话 你不想再继续工作下去 让它真的是动不良的 所以对抗压力的能力呢 也会继续来 就是导致它下降 OK 然后也会就是出现 你整体的经历下降的这些的症状 你也会失去你的专注啊 然后思想也会感觉非常的困扰 因为脑部也是很疲累了 没有足够的血糖了 脑皮类的症状 有些就感觉餐后就会很昏睡 还有就是很烦躁 心情变到很不好 甚至有些是睡眠问题哦 不等入睡啊 有些就是不能起身 早上就非常非常很难 因为完全没有那个精力起来 也不想要去面对这些的压力 然后还有就是头痛的问题 这些等等 那这些症状是不是都很常见呢 如果你有长期压力的话 大家都会有这些的压力的症状 那为了要改善这样子的一些的头痛啊 没有这个的专注力的问题啊 有些人就会去使用一些的刺激物 让自己保持兴奋 保持寂静 那这些刺激物就包括喝咖啡 喝茶 这些汽水可乐这些里面 我们都知道它都含有咖啡因 其实它不能解决这个的精疲力症的问题哦 更像是一波的海浪这样子 让你一下子感觉激进 不过很快的 它又会退去 然后你又会回到一个很疲累的状态 甚至是比之前 你没有喝之前更加的疲累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下子的兴奋的时候 你身体就会更加的 大量的消耗体力去做一些事情 你感觉很精神 你就快点去完成一些事情 这时候还是会 继续的大量消耗你身体里面的经历 OK 好 那这里呢 就有一项的简单的自我检测 大家可以用来做参考 那红色字体的症状呢 如果你有三个或以上 就代表说 你这个顺上腺的内分泌 是有失调的状态 OK 也就是代表 身体是处于长期的压力的状态 所带来的症状 OK 就包括这个 早上很难起身 像刚才有提到的 或者是你 五时五刻都感觉到很疲累 当然呢 你对某一些食物 特别的渴望 要去吃 特别是甜食 很多人会一直想要吃 很甜的食物 或者是高脂肪的食物 他们感觉吃了会比较舒服一点 OK 再来就是愤怒 烦躁 甚至带有侵略性 会有攻击性 因为你真的是很烦啊 而且你不 你的脑部不够这个的血糖 不够的这个的一些的营养素 去舒缓我们的神经细胞 把神经线 所以会特别的烦躁 情绪波动 坐立不安 OK 再来这里 你白天的能量会下降 所以感觉很累啊 时常感觉到人也是很衰弱 不是很想动 然后情绪方面会感觉到冷漠 忽郁症 然后时常感觉冷 因为你不够的 没有足够的这个的 保持体温的这些的能量 OK 这些红色字体的 是比较严重的 有三个以上就代表了 内分泌失调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是黑色字体的呢 如果有五个或以上的话 那我也会建议你需要 寻找一些专业人士的 包括营养师来做咨询 OK 可以帮助你找出背后的原因 来去做一些的改善 像是难以专注 睡眠品质差 OK 心跳如果快速剧烈 这些都是不正常的一些的生理反病 都要特别的注意 OK 然后刚才是有讲到 如果长期压力的话 你的这个免疫力会下降 所以会容易伤风感冒 肌肉关节也会有疼痛 因为身体里面有这些发炎的状况 OK 然后皮肤 有些人开始也会出现一些的红疹 平时没有皮肤问题的 不过压力的状况下 它都会释放出来 皮肤有这些斑点 然后疼 甚至是过敏 本来吃什么都OK的 不过 在压力的状况下 你可能吃到鸡蛋也会过敏 吃到一些的海鲜 也是会有过敏的症状 还有就是脱发 脱发也是很常见的 一个压力的一个的 心动症状 OK 因为脑部的 太过的压力 然后蛋白质这些 营养素也没有摄取到足够 会导致有脱发的现象 然后酵母过度的生长 OK 包括在 它可以是在我们的一些 可能是阴道发炎的 这些的状况 然后呢 你会发现 腰部的脂肪难以转移 无时无刻都感觉饥饿 因为你身体需要 这些的能量来去应对这压力 那你在没有吃好的话 当然你会越吃越饿 一直感觉到很饿 还有你失去也是 不能很难去做决定 然后记忆有衰退的 这些的症状 OK 然后再有些人就是会 一直感觉到很头痛 也有会感觉过度的苦越 所以你一直要保持积极 那血肠喉咙痛 也是其中一个的症状 伤口难以修复 水肿 然后女性 有可能有一些的 经期前症候群 这些 还有经期的女性 然后眼睛水旺旺或发痒 那还有过度瘤患这一些 大家可以参考 这就是一个的 自我压力的检测 那当有这些的症状出现呢 都会建议大家 寻找专业人士的帮助 OK 来可以更好的去改善 这些的问题 那其实压力就是 冠采医一直有一直 重复的 它跟我们的能量水平 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密不可分的 那我们身体 连在睡觉休息的时候呢 我们的大脑和心脏 它们没有停止工作的 它们还是一直在运作 这个运作呢 它们同样也是需要能量 所以你压力 一直很高 持育很高涨 高涨的这个压力的时候 它会大量的一直去消耗 我们的能量去打仗 那你对其他的身体的系统 会带来一些很大的负担 因为你的压力跟我们其他身体系统 同时间来去 会去争这个的粮食 争这个的能量 所以补充足够的 还有就是这个正确能量的食物呢 就可以帮助让这些的竞争来减少 OK 因为每个身体都包括你的身上线啊 都可以领取到足够的这个粮食 它们就可以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去运作 这样子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状况 那这里我就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 我们叫能量食物的一个方程式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想要你的身体保持很好的这个效能 像是我们的车子的引擎一样 要可以保持到持续的保持顺畅的运作 不要让这个的黑油燃性啊 不要让它有这个抛锚或生病的状况的话 那我们就需要从吃进去的食物着手 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的就是 优化这些可以被使用的能量 优化能量我们需要可以这些 持续释放的糖 这里糖指的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 因为它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的糖分的主要来源嘛 所以它有分两种 一种是很快的你吃进去 它就很快速给你能量 不过呢 如果是长期压力的话 我们需要的是它持续释放能量的 它不会一下子给你 大量的能量一下子又消耗完毕 OK所以这很重要哦 我们就是需要这个缓慢释放的糖 慢慢的释放能量 可以让我们身体可以继续的去运作 再来就是这个 足够的必须营养素 OK 足够必须营养素 要来 才能帮助我们身体 把这个食物里面的能量 转化成我们身体可以使用的能量 就需要很多不同的营养素 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看 然后呢 这个减掉刺激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刺激物是会消耗我们能量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优化能量 就是我们就需要这个缓慢释放的糖 加上足够的必须营养素来转化能量 然后再减少这些的刺激物 消耗能量的这些刺激物 OK 让我们才有足够的能力来对抗生活中的压力 OK 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到那个刚才讲到的糖这一块 那我们需要定时的用餐 不要因为压力大 没有胃口 不去吃这样子 你的身体其实更加容易垮下来 我们的大脑一直需要维持持续有葡萄糖 它才能很好的运作 所以你定时的用餐呢 就可以确保这个血糖 它能稳定 当然我们每一餐吃进去的 都要尽量避免这些迅速释放的糖 或者是我们称它为精制类的食物 包括什么食物呢 就这里可以看到 白面包啊 面条 巧克力 饼干 糖果 这些 还有很多加工食品里面都会添加很多的添加糖的 所以这些我们看 它都是大量加工过后的食品出来的 它完全没有食物本来的样貌 那这些都是我们称它为精制类 或者是迅速释放的糖 你吃进去 就它没有其他的营养素 主要都是的淀粉类 糖类 那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皮脂醇大量的被释放 刚才有提到皮脂醇 它要去带这个讯号去到医上 帮它释放两个的荷尔蒙 胰岛素和生糖素 来保持血糖的稳定 那皮脂醇这个压力荷尔蒙 一直被释放的话呢 就也是同样的 会造成身体的压力 所以说压力的时候 尽量还是避免这些精制类的食物 因为它是这个循环不息的 你又吃甜的 就造成你的释放压力荷尔蒙 身体又跟压力 其实是改变不到压力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就是尽量选择这一些 还保留食物原本的样貌的这些食物 我们叫做全食物 那这些食物 它不只是纤维含量比较高 就是比刚才那些精制类的高 那它里面的营养呢 还是很完整的 天然的营养素全部还没有经过加工 没有被剥夺这些的营养 所以它还是很完整 很多的营养素 我们也是需要来 抗压的 OK 这些食物包括什么呢 就是 这个的全骨类啊 豆类啊 豆类 红豆 大豆 绿豆这些都是很好的全食物 然后坚果 包括杏仁 腰火啊 荷桃 这一些 那坚果类呢 我们也知道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 好的脂肪酸 特别对我们脑部也非常的重要 OK 然后种子就包括一些的 葵花籽啊 南瓜籽啊 这一些 里面也是有很多的矿物质 是我们身体需要来 正常的运作和转化能量的 OK 这些我们称之为全食物 这些全食物呢 它就是会提供 这些营养物质 让我们的身体 还有就是可以产生另外一种的荷尔蒙 它是帮助我们有足够的这些的养分 血下是另外一种荷尔蒙 那这个荷尔蒙是好的 我们叫做血清素 OK 这个血清素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保持 清晴愉悦 还有就是放松的一种荷尔蒙来的 是我们比较 这其实是很需要的 那当身体里面的血清素水平很低的话 其实 是会带来这个的焦虑症和忧郁症的问题 还有也会造成失眠的问题 OK 所以我们需要足够的这个血清素 来帮助我们身体更加的轻松 也可以更加轻松去面对压力 OK 那所以 这些很慢释放的糖是很重要 它让我们血糖可以稳定 不会下子的飙上飙下 像那个过伤症一样 一下子高一下子低 那我们的身体也会出现很紊乱的状态 OK 再来呢 这些的反弹释放的糖 这些的碳水化合物 再加上蛋白质 会来得更好 OK 因为蛋白质我们身体上下 舒服细胞这些都很需要 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这个压力和耳能的施放 那我们真的是很压力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择吃一些的水果 在这里有很多的水果的选择 水果是糖类的一种嘛 那你再加上坚果 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你又有吃到身体需要的糖 然后又有足够的蛋白质 让我们身体继续的很好的去运作 OK 或者是这里图片有显示的 就是一个的糙米再加上鱼 这个鱼肉可以选择 深海鱼会更好 那些的淡水鱼也是OK 它也是有蛋白质 它有一些的必须脂肪酸在当中 OK 这些都是很好的抗压的食物 这样子去做搭配 接下来我们就OK 这里看一下 就刚才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提到 快速迅速释放的糖和 慢慢释放的糖有什么差别 就左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吃原食物的话 它的里面的纤维含量会比较高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一点一点的 就是糖分 我们需要的能量 所以高纤维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抓着那些糖分 再来它去到我们的肠胃 它是慢慢的释放出来的 它不会一下子很快的释放出来 它是慢慢所以它持续性的你吃了几个小时过后呢 你还有那个能量还有那个的精力 来去做你想要做东西 OK 那右手边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如果是一个很低纤维的饮食 像是每次吃那些的 面条啊 面汤啊 外面吃的好像那些了吗 那些都没有什么的蔬菜的纤维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的小肠的最上端这里 就已经开始糖分很快的释放出来了 释放出来以后呢 这个胰岛素又很快的去把它 它要保持你的血糖 血液里面的糖分不能太高 它就快点去吸收到我们的细胞里面进去 那这时候你的血糖就一下子的下降 这样子血糖又会造成一个很不稳定啊 然后又造成你会有皮类的感觉这样子出来 OK 所以这就是超纤维饮食 全食物 还有低纤维饮食 你吃进去 你也尝到它能量的释放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这个是很迅速的释放它完出来 这个呢 就会持续的让你好几个小时 仍然有这个的精力 OK 再来呢我们就看看 有什么营养素是特别 让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特别需要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维生素B群 维生素B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里面有B1 B2 B3 没有B4啊 B5 B6这些很多 OK 所以主要呢B1 B2 B3呢 都是帮助我们转化食物的能量 它是非常需要的 可以帮助我们转化食物里面的能量 然后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来去做运用 OK 这是维生素B群的其中一个的作用 再来就是B5 B5 B5就特别针对我们的肾上线的功能 还有来做到这个支持肾上线性功能的一个的功用 OK 所以呢 这些维生素B群 可以从哪里拿到 就是从我们的全骨类里面 这些全骨类 包括糙米啊 麦片啊 这些艺人啊 艺人 这些里面就有很多的 比较丰富的维生素B群 那如果你吃这些的白米饭 它外面那一层纤维已经被剥夺了 再来它还有一层这些 含有特别丰富维生素B群的那个培芽 那一个部分呢 也被剥夺了 所以 大家还是选择这个全骨类会来得比较好 营养比较丰富 再来同样的 这里还一次会提到坚果和种子 因为它们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里面也含有这个的维生素B群 还有就是绿越蔬菜 每天都要吃到大概三份的这个绿越蔬菜 然后香蕉里面 这些都有丰富的维生素B群 所以跟这个能量转化有关系的 其中一个维生素 就是这个B群 压力的时候也会大量的被消耗掉 再来那就是维生素C 因为维生素B和C都是水溶性的维生素 所以它比较难储存在我们身体里面 所以我们一直需要来去 透过饮食来去做补充 然后有压力的时候会更加大量的去消耗 所以要吃到够 然后维生素C呢 我们通常会过多的话都是会排除体外 在我们尿液里面 不过还有一大部分的储存呢 会是在我们的肾上心上 肾上心就是刚才有释放压力荷尔蒙的那个 腺体 然后它也会 我们制造这个压力荷尔蒙 皮质存 也会需要使用到维生素C 所以那时候呢 当你压力的时候 这维生素C也会大量的被消耗 所以我们需要来做补充 补充回去 所以这个维生素C 当我们的身体是在打仗啊 发火啊 压力的时候 我们这个维生素C就很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细胞 可以去保护它 不会这样容易的受到损伤 受到这个的伤害 所以维生素C通常都是从 这些的水果啊 橙啊 番薯流 番茄这一些里面 蔬果 很多蔬果都有这个维生素C 所以大家都要 比较积极的去做这个补充 番茄 南瓜 这些 甜椒 同样的绿椰蔬菜 花椰菜里面呢 维生素C是比较高的 OK 这就是两个的 对抗压力的时候比较需要的维生素 OK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的矿物质 有两个的矿物质是面对压力的时候特别重要的 就包括这个的梅兴致 就包括这个的梅兴致 Magnetium 梅兴致 还有就是钙子 这两个的矿物质呢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肌肉来去做放松 还有它对我们的神经系统 也可以做到这个减少焦虑感的功效 还有就是梅制 它也是需要我们生成能量 还有生成特尔蒙的这个过程 也会需要用上梅制 所以当压力的时候呢 这个梅制也会很大量的被消耗掉 所以我们都是需要来补充回去的 主要同样的坚果种子类 就有很丰富的这个梅制 所以这个的矿物质 同样全谷类里面是有 绿越蔬菜啊 豆类啊 这一些 带来比较 这个杏骨干 这里是图片显示的 它的梅制含量也是会比较高的 也建议我们就是压力的时候 也是可以来吃这个的性果干 当然果干它的坦分都会属于比较高 那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用量 大概一天吃三到五个还OK 就不要一大一整包这样子来去吃 OK 然后这个梅制啊 如果是胎不足的时候 也会导致疲累 失眠 还有抑郁的这些状态 OK 所以这个是需要补充回去的 再来就是这个Omega 3 必须脂肪酸 必须脂肪酸 它是抗发炎 需要用来抗发炎 我们压力的时候 像刚才那个 我们身体啊 修复那一边就不能很好的去运作嘛 所以我们 还有就是你的压力会造成那些细胞的伤害 所以我们就要这个的需要 必须脂肪酸 来帮助对抗这些的身体里面的炎症 再来呢 这个Omega 3 也特别让我们的脑部可以去支持 有这个的支持的功能 因为它就是保护整个的脑袋 然后Omega 3不足的话 也是同样会造成忧郁症和焦虑症的 这两个的情绪方面的症状 所以就是可以从这个的 喝桃 亚麻子 喜亚子这些 都有很丰富的Omega 3 然后深海鱼 三文鱼啊这一些 就可以摄取到Omega 3 帮助减少体内的发炎 帮助保护我们的细胞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维生素E 维生素E是另外一个营养素 我们的心脏和大脑是非常需要的 那就是可以从桃花籽 杏仁 菠菜 还有牛油果 牛油果也是非常好的 帮助我们头脑 这里这一块 然后也是可以提供到 我们必须的脂肪酸 来去 对抗压力 然后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要减掉 这个的刺激物 就包括我们的咖啡因 为什么呢 咖啡因它其实 它会刺激 更多的皮脂醇的施放 然后 它也会让我们的血压 一下子的飙升 甚至会让你感觉到更紧张 虽然它一下子让你感觉很激进 可是它的时间是很短暂的 你激进了过后 其实它是会更加的劳累 疲劳的 因为你身体 它没有足够的能量 你又让它这样子一下子吃鸡 然后一下子又 失去它的那个 用完了过后 你又会回到你的疲劳的状态 然后咖啡因也会造成失眠 紧张的这些状况 所以它 带来的一些 一下子的刺激 其实有足够的睡眠 才是一个更好的 帮助我们 这个对抗压力 而不是靠这些咖啡因 一直的去刺激我们的大脑 OK 那这个咖啡因 它其实也会耗尽我们这个 美智和维生素B群 就是刚才有提到的 帮助我们转化能量的这个的 这两个的维生素的矿固质 如果咖啡因进来的话 它甚至会更加的耗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让你感觉更加的疲累 OK 所以如果是咖啡因这些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 比较健康的 没有吃剂性的这些饮料 就包括这些的花草茶 好像羊柑橘啊 薰衣草 这些的花茶 就也是有帮助可以放松 情绪的这个功效 这会来的更好 OK 所以接下来这里的话呢 就是再总结一下 有几样的食物可以帮助 缓解压力的 主要我们还是会回到 需要吃完整均衡的饮食 因为这样子才能 让你的身体摄取到 足够的营养素来去 更正常的运作 然后还同时间可以有这个的足够的能量去对抗压力 OK 所以压力的时候还是要吃好 再来就是这几个比较大家可以来去做补充的 就包括坚果种子 OK 特别可以来帮助缓解压力 就点心的时候也是可以多补充可以吃 那早餐里面 如果你平时只是吃很 就这种精致面粉类的啊 大家可以选择做一些做出一些改善哦 就改成这个的全骨类的面包啊 会来的更有营养 更加好的持续性的这个释放这个的能量 OK 这个面包 然后也可以加上这个坚果和种子哦 然后鱼呢 也是可以来去做这个的补充 尤其是深海鱼 三文鱼啊 蒸鱼 沙丁鱼这些都刚才有 提到了Omega3 必须脂肪酸 那还有就是 大水鱼也可以 大水鱼有一些 巴丁鱼 生鱼这些都 有比较好的这个 必须脂肪酸 可以来帮助 平衡掉我们这些的压力和耳末 OK 接下来还是蔬菜水果 也是会要再提醒大家 要记得去吃到的 每天都会 需要吃到三份的蔬菜 也就是大概三盎半的蔬菜 然后水果都是要吃到两份 就你午餐过后啊 晚餐过后 都来去做这个补充 会来得好 然后不同颜色的话呢 更加多的去补充到 我们身体不同的这个的需求 需要 OK 所以这些蔬果里面都很丰富的维生素E啊 来对抗这个发炎 那包括我们的维生素C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新果肝呢 就比较多的这个梅子 来帮助我们的神经来去做放松 还有就是调节整体的荷尔蒙的 这个压力荷尔蒙 最后这里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还有几样我们 这个叫做适应源呢 OK 适应源 就帮助我们可以 对抗一些的压力的症状 来去做调节的 它其实就是天然的一些的植物物质来的 OK 那研究也是证明这些 那可以有抵消压力的产生 产生出来的一些不良的影响 就好像疲劳啊失眠 情绪低落 还有血压高这一些 我们就可以 透过适应源 它的名字啊 适应源就是帮助我们可以 身体来适应这些压力的因素 而拿到这个的名字 所以它就可以来去做这个的调节 身体的疾病 然后帮助我们更加的可以去适应这个压力 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去适应 目前你的工作所要做出的这些的需求 工作的挑战啊 那都可以帮助来达到这个支持的功效 OK 所以这里有提到几种 像是人生啊 西伯利啊 人生 这两个都是很好的一种的适应源的草药 OK 然后能够帮助抗压力啊 疲劳 对 这些吃了会比较精神 而且它是比较天然的方式 就不像刚才所提到的咖啡因这样子 所以也会帮助我们比较精神 还有就是对抗抑郁 OK 再来呢 这个灵芝也是有同样的对抗压力的功效 然后灵芝其实也是算是一个的超级食物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多长体 也是有很多研究是有可以帮助 就显示灵芝可以帮助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啊 还有一些的抗癌的功效 再来呢 这个红颈天 红颈天它主要是生长在 那个水平线比较高的高山的区域的 这个的一个的草药 它主要的功能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的能量的水平 那针对这些的 受伤有疼痛啊 流感综合症的人 也是适合可以使用红颈天 它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功能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氧 我们的血液里面的氧气 可以更加的通顺 OK 所以你的血液循环好的话呢 就会更好的来恢复我们的活力 所以这一些的适应运收 如果是非常压力的话 也是可以来去做补充的 通常可以看到的是在 它们会拿来做成萃取的 变成supplement的状态 如果要使用这些supplement 或者是你针对这个压力的饮食 有更加多的想要了解的话 或者是我们都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态 再去做更仔细的这些的调理和建议的话呢 大家也是可以过后再做一些的咨询 OK 所以我压力的饮食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些的推荐 然后这里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我个人有去做这个的脸书的专业 那它的名字叫做PlantFace 直食盛宴 然后里面呢 就是有跟大家分享哦 怎样做这些咯 可以维持你健康啊 然后比较营养丰富 完整均衡的这一些的餐点 大家是可以去做这些做参考 OK 好 那今天的分享基本上是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疑问 你可以留言哦 让我知道一下 你能跟到这个的经济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林玉佩营养师 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个 这个课题哦 怎么样透过饮食来改善我们的精神压力的这个部分哦 那我们在六月份的六月十五号呢 我们还会继续啊 有玉佩老师跟我们在一起 呃 谈的是 当到时候谈的是这个抑制健脑的饮食哦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来跟着玉佩老师来学习这个部分哦 那呃 呃 各位面子书上面的朋友 我们啊 五到六月的星期三呢 我们一样哦 还是保持就是营养课 所以呢 我们欢迎我们面子书上面的朋友继续跟着我们啊 能够的话呢 就报名参加我们五六月的这些课程 这是一个公益平台哦 欢迎大家就是跟着我们的公益老师们一起来 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也活到老哦 那明天呢 我们同样是 呃 我们的瑜伽课 我们在五到六月呢 会多加一个部分就是按摩哦 就是按摩加瑜伽课哦 那继续是有这个哈达瑜伽老师 陈翠玲老师来带领我们 明天呢我们啊 同样的时间我们要学习的是放松头部啊 而且紧致我们的脸部哦 明天我们继续再学习咯 好 我们现在先结束面子书的直播 我们要进入中奖堂的交流时光了 就这样一步就 solve了 好了 咯 whi ่빛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